好除了有這些死忠的明星粉絲支持之外 其實我們在球場外也看到這麼一位 電音三太子喔 也是要來替林舒豪加油打氣的 說到這一位他是來自台灣的大學生 叫做吳建恆 他專程從巴西飛到紐約 還在網路上花了兩萬多塊台幣買了一張球票 他說他一方面是為林舒豪加油 那麼另外一方面說是要為了弘揚台灣文化 而吳建恆他特殊的裝扮 立刻也成了美國媒體採訪教練 臨來風之熱熱變了太平洋兩岸 尼克隊每次主場比賽 都有很多台灣的球迷來為他加油 而台灣的一位大學生吳建恆 專門從巴西經洛杉磯飛到紐約 目的就是為了在林舒豪率領尼克隊獵鷹時 把電音三太子帶到比賽現場 昨天還在巴西的時候 突然決定就是買一張機票飛到紐約 幫林舒豪加油 因為林舒豪有台灣的血統 所以我們覺得很有容顏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台灣曝光 讓在場的其他球迷叫做 台灣有這樣特別的文化 還有台灣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在麥迪遜花園廣場的門口 來自台灣的電音三太子 立刻成為美國媒體的新寵 面對老美的攝影機 他侃侃而談 談林舒豪 也談台灣的文化 不過從網上購票 卻花了不少錢 我買的票好貴啊 比飛機票還貴 因為我希望讓三太子還有台灣 有一個最好的曝光度 所以我花了大概台幣兩萬塊自費 又買到很下面的看台去 希望可以讓有台灣一個很好的曝光 電音三太子整套神樓面積很大 萬一球場不讓進怎麼辦 吳建亨表現得胸有成竹 萬一進不去怎麼辦 就在外面一直跳啊 就不知道應該有辦法啦 講一下應該可以 因為他應該沒有隱藏到其他人 電音三太子是台灣獨特的文化 正在從鄉土走向國際 林來峰比賽的現場 來了電音三太子 這對推動台灣的國際能見度 真是一大利多 中天新聞 張光華 鐘一婷 紐約報導